很多的機緣並不是你去尋找 而是你遇上了 閱讀的經驗、閱歷裡面 它在開始讓我更立體、更客觀地 面對自己的生命 我從小發覺我就喜歡文字、音樂 這兩樣東西跟美術 這種跟具象的、無關的這種東西 這種有些少年對於世界的那種又寂寞又好奇 跟我的成長經驗很關係 人活在一輩子裡面 你能自由的地方太少了 慢慢走 就一直在跟自己說 你做什麼快樂 我一直綜容自己喜悟的一個空間 純粹地去閱讀 這場給我有很多的調整文 生命的經歷的一些方法 因為讓自己自由之後 在上面得到一些經驗和一些感受 這也是我很喜歡的 甚至某種程度的對抗 幫助我很多的思考 就是說我跟自己 跟這個時代的關係 比如說是言語不能形容 你看到 那就是你的了 創作應該是跟他的生命的過程是有關係的 那那個過程又跟那個時代是有關係的 收藏藝術裡面一個很大的一個動力 也是 我覺得就是那種對照很關照 他打動我了 這個收藏的過程就是我在這一些日子的紀錄 我發覺北京跟我的成長 有一些我不明白的經驗 這些人的習慣 價值觀怎麼跟我不明白的 身上有一部分是相通的 一些氣息 一些光影 你會知道 它將會 滿足我一些什麼事情 精神上 你會發現哪些東西 從心裡面發覺它的美好 它的誠實 我還是相信所有的創作 來自於自發的東西 那是最可貴的 因為自發的東西 來自於它生命 有一些它可以解釋 或不可以解釋的部分的生命力 可是有些東西 它一直存在在你的 肉體裡面的精神部分 或者那一些你不可控的東西 當你知道它不可控的時候 你就相信它的存在 而接受它的存在 人的出生跟死亡 都在孤獨中發生的 那種存在的孤獨感 是我最有感受的 而那個狀態 是我刻意去靠近的 記得住一些殘酷的事情 這點是很奇怪的 那些疼痛是有存在感的 那些邊緣的東西 都會刺激我對於存在的更明確 在有生之年 在你不清楚的時候 你只有不停地吸取閱讀 從別人的經驗 或別人在描述的瞬間 來解讀你想 試著多了解一點那個部分 因為理解清楚 開始可以獨立的 越來越肯定的獨立的兩個線條 就像愛與疼痛 這時候我常想的一些事情 就像你 你其實很高興的時候 你內心是有點疼痛的 或者在你最自由的時候 你內心也許是最恐懼的 在最恐懼的時候 你內心也許是最自由的 在最悲傷的時候 莫名其妙的一種樂觀出來 在很內在很隱約的 有一點點冒出來那個氣泡是樂觀的 說不出來的喜悅 小小的喜悅 在你最悲傷的時候會冒出來 或者那種喜悅也許是解脫 請你回答 請你回答 是故事 這一âr 請不必為